嗨大家好我是Darren 相信現在大家對於AirPods Pro的基本功能應該都不陌生 重點是到底這小小的AirPods Pro 它的抗噪能力有多強 我們現在就出門測試 我覺得駐台北最需要抗噪的時候 不外乎就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每次在捷運裡 我都把音量調到超大聲 給各位感受一下 這是在還沒帶上耳機之前的聲音 因為蘋果這次選擇用耳塞式 戴上耳機後會有些微隔音效果 但當你開啟抗噪後 你聽到背景大概會是這樣 播放音樂 慢慢增加音量 把音量拍到一半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 這是音量在75%的感覺 很屌的是 如果你長壓側邊的按鈕 就可以開啟通透模式 聽到聲音 基本上跟舊版AirPods一樣 再長壓一次 就可以回到抗噪模式 來試試看 如果是看YouTube頻道的話 聽不聽得清楚 影片裡面講話的內容 你記得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你可能會很長 因為那是一個職業 通透模式 或是一個語言 我現在挑戰你 給它一個真正的試試 抗噪模式 甚至一天 你會驚訝 你能夠發展出的能力 你能夠發展出的能力 真的差超多的 舊版AirPods就算開很大聲的話 也很難聽清楚對話的內容 但現在只要開啟抗噪模式 這些細微的發音就比較不會被背景音撕掉 一個比較好的形容就是 開啟抗噪模式之後 雖然背景音還是聽得到 但是會感覺背景音好像被枕頭蒙住一樣 是跟你的音樂相隔合的 另外還有一種狀況 我也會習慣把音量開很大 就是我在騎U-Bike的時候 戴上AirPods Pro的感覺 播音樂 開抗噪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當風真的太大的時候 開抗噪功能可能會聽到這種 咻咻咻的聲音 這時候我覺得可以到手機裡 把設定調整到關 雖然會聽到一點點環境聲 但是不會聽到這種不自然的咻咻聲 我覺得整體的收聽體驗比較好 新的AirPods Pro還有一個很屌的功能 嘿Sery 下段階段 那是 Magic Juermic 是不是 Magic Magic 如果你是屬於那些常出國的朋友 到底AirPods Pro有沒有辦法組合掉飛機上的噪音 還有旁邊突鬧的死小孩呢 通透模式 回抗招 OK 今天實測就到這邊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 按讚 訂閱喔 那現在給各位開箱控補充一下 開箱的畫面 There you go 開完了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屌的功能 如果你有舊款AirPods的話 新的iOS13可以讓你分享音樂 你和你的朋友終於可以不用尬聊了 只要找不到話題 就把舊的AirPods讓你朋友戴上 兩個人可以一起追劇 一起聽音樂 這種以前覺得甜蜜的畫面 現在通通辦得到了 但首先 你得有朋友 我是Darren 掰掰